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淳 因为他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爱好 那就是他只要被美少女打骂就会很爽 他很发愁 因为他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本来是要计划表白的 又怕自己受虐狂暴露 吓到人家 这时既有给他出主意 让他去学校的第二义工社看看 第二义工社是黄毛学姐创建的 专门实现学生愿望的社团 学姐听说男主的问题后 欣然同意帮忙 不过这义工社的人 也不是表面上那么人畜无害 社长黄毛是个S 和男主正互补 社员紫毛是个孔男症 碰触到男主以后就会化身为暴力女 所以说男主在这里寻求帮助被揍 简直就是日常 但好在他喜欢被虐 一切看起来又是这么的合理 而黄毛想了一夜 终于想出了治疗的办法 那就是让男主的身体遭受死亡般的痛苦 这样就能把自我保护的本能唤醒了 变态吃我一球 站住不要开溜 受虐属性一丢 实现自我拯救 办法是好办法 但就是有点费男主 这一球直接给他干到保健室了 幸好并无性命之忧 晚上男主来到自己打工的便利店上班 再次见到了那个他暗恋的姑娘黑毛 黑毛每晚都会出现在这家便利店中 这次男主决定不再忍耐 他要告白 他追上去拉住了黑毛的手 黑毛一惊反手就是一巴掌 男主哭了 他哭并不是因为伤心 而是因为黑毛打他 他的受虐属性竟然没觉醒 这不科学啊 难道这就是爱的力量 但事实的真相是 这黑毛根本就不是女的 所以才没觉醒 只见黑毛拿下假发 露出真面目 这他瞄的竟然是机友 男主惊了 我拿你当机友 你耍我像条狗 之前那些温柔 全部随风飘走 机友跟男主坦白 他小时候邻居家的姐姐 经常把他打扮成女生 于是他渐渐的喜欢上了女装 并感觉这样打扮很舒服 但他不忍心骗男主 所以才来说清楚 同时他也害怕男主会嫌弃他 男主表示 小意思小意思 你变态我也变态 正好可以凑一块 不要轻易说白白 友情错过不再来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和好了 但男主还是有些心酸 毕竟谁想承认自己的初恋 竟然是个男人呢 最近男主和紫毛的相处 遇到了一些问题 因为紫毛极度恐难 根本不敢和男主接触 但他又发现 男主其实是个不错的男生 他也想做出改变 于是他决定 把男主当成一只小狗就好了呀 男主是不是狗我不知道 但你这事办的 确实挺狗的 这天 黄毛组织大家动物园游玩 结果到了约定当天 大家集体拉闸 就剩男主和紫毛了 黄毛的意思是 你俩一个抖M 一个恐难症 两个人在一起好好治治病 两人相处的不错 开开心心的玩了一天 如果男主没有中途 变成这个痴呆样 就更好了 到了傍晚 男主终于问出了 他一直在意的问题 那就是紫毛 为什么会得恐难症 紫毛艰难的说出了 自己的往事 上中学的时候 他还是个很活泼的人 也比较招人喜欢 某一天 高年级的吉刚学长 和他表白了 他也不明白什么是喜欢 但当时的气氛很难拒绝 周围的小姐妹 到他家想要抢吻他 他一紧张一抗拒 指甲就不小心 滑到了吉刚的脸 吉刚很生气 一拳就把紫毛给KO了 紫毛很无助 男人真恐怖 没人把他护 只能自己哭 吉刚还到处散布谣言 说紫毛是个坏女人 让周围的同学都孤立他 男主心疼极了 原来紫毛也是个可怜人 但幸好有黄毛和满老师 他俩每天都给紫毛发短信 打电话 让紫毛感受到了朋友的温暖 男主听到后 赶紧把自己的联系方式 也给了紫毛 开玩笑 作为男主 根本不允许自己的后宫 被别人安慰 女人也不行 但男主还没来得极高兴 终于和紫毛成为了朋友 紫毛就又遇到了麻烦 他碰见了吉刚学长 吉刚威胁紫毛 不许把他打女人的事情 说出去 紫毛崩溃了 他好不容易有的朋友 他不想再被孤立了 男主既心疼又气愤 好个狗屁吉刚 做事这么猖狂 不让你受点伤 你分不清大小王 自己思想太龌龊 打女人还不让说 爷今天把你捕获 让你跪下 说你错 男主找到了吉刚 直接开打了 为了紫毛 他拼了 但吉刚是拳击步的 伸手也很不错 男主和他对打 基本只有挨打的份儿 但当他想起紫毛的笑容 还有紫毛说的那句 不想活了 便硬生生地扛下了所有的攻击 不管付出多少 他也要换回紫毛的笑容 关键时刻 黄毛赶到 帮助男主打出了最后一击 最后吉刚被派了耻辱照 并发誓不会再接近紫毛了 紫毛看着被奏成这样的男主 很感动 他也知道了是大家帮忙 才给吉刚拍了照 他决定会慢慢的改变 不辜负大家的努力 紫毛的问题解决完 就又回到了男主身上了 黄毛决定要和男主做恋人 通过爱来消除M 说起恋爱那就得约会 说干就干 阳光灿烂 你我大半 不见不散 第二天两个人就出来约会了 满老师等人也没闲着助攻 什么 这俩活竟然只牵手 这可不行 于是满老师派出了女装的基友 来了一张 爱我你就帮帮我 爱我你就亲亲我 甜言蜜语嘴上说 听我知道 没有错 黄毛受不了基友和男主 这亲密的动作 上去就是一腿 基友作战失败 但是我没有想到 黄毛这个人竟然还有两副面孔 他表面上受不了 kiss这种亲密活动 画面一转 却直接拉着男主 来到了教堂结婚 脸一红眼一闭 亲的男主上不来气 男主也惊了 他不认为单纯的治疗 需要献出出吻 就在这一时黄毛倒在了地上 男主赶紧抱着他来到了医院 满老师也赶来 他告诉男主 黄毛就是喜欢这样逞强 就算生病也会装成 若无其事的样子 而且黄毛小时候没有什么朋友 也不太善于和别人交往 所以满老师希望黄毛和男主 在一起的时候 能稍微改变一些 行行行 合着这番礼 人均孤独患者呗 不是被孤立 就是没朋友 就不能有点幸福的过去吗 男主一直照顾着黄毛 但他也淋雨了 回家后就发了高烧 但好在有姐姐和母亲的细心照料 如果没有他俩 男主早就好了 之后黄毛又出奇招 说是在电视上学了催眠术 转头就给男主试了试 看看能不能让男主 忘记自己是个少女狂 结果他脑海中 那座M型的建筑物 确实是他了 但他突然觉醒别的属性了 先是变成了萝莉控 而后又变成了暴露狂 再然后变成了丝袜控 黄毛受不了了 给男主暴揍一顿后 赶紧带回了社团 再次实施了催眠术 这次过后 男主好像变得正常了 也不迷恋丝袜了 被人打也不会感到爽了 大家都以为他被治好了 结果在第二天 竟然为鸡友做了爱心小便当 跑步时还故意摔倒在鸡友身上 趁机大声表白 受孕随之好 变成了鸡老 女人是根草 鸡友才是宝 这次不管黄毛怎样揍男主 男主都不松口 他现在就是爱鸡友 爱得无法自拔 黄毛没有办法开始改变策略 那就和紫毛扮成兔女郎 利用女性的魅力挽救男主的取向 但男主现在就一句话 第二天 男主来到社团 看见了女装的鸡友 鸡友的本意 是想让男主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在他的心里 女装才是永远的神 男主丝毫不慌 秉承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 给自己也搞了个女装 别说还挺好看 为了和鸡友在一起 他的爱可以跨越一切障碍 满老师看样子 已经是放弃男主了 甚至希望他和鸡友就这样幸福的生活下去 但紫毛心里很难受 之前男主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 他已经渐渐的喜欢上了男主 结果刚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男主就弯了 黄毛过来 见紫毛伤心 上去就给男主一套组合拳 结果这下又把男主的M属性给解封了 那个大家熟悉的变态又回来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转眼间就来到了学员季 由于社团任务 这一整天 男主都和黄毛在一起 这下紫毛就有点难过了 他找了男主一天 想搞点两人独树的时光 结果最后发现 小丑竟是他自己 人家身边已经有美女做陪了 紫毛这次是吃大醋了 他以为男主喜欢黄毛这种S的类型 于是他开始练习 甚至去修行 就是想把自己变成黄毛那种类型的人 为此还和黄毛进行了BK 男主这波算是减便宜了 这不纯白嫖吗 平时感受不到的辱骂与殴打 在今天应有尽有 但由于太满足 男主直接爽到昏厥 紫毛来到保健室照顾他 他希望紫毛能变回原来日常的样子 因为相比之下 他还是喜欢那样的紫毛 气氛恰到好处 紫毛情到深处 马上控制不住 表白就要说出 结果又在临门一脚时 失误了 看来孔男症还是得继续治啊 这天黄毛又化身暴力老师 开始治疗男主 结果在治疗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男主摔倒 撞了头部 醒来后竟然失忆了 男主的姐姐和母亲一听说这事 妈的 吉姆狂喜 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恋地 一个恋子 这应该算是男主控吧 家庭伦理关系 在这部剧当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于是男主家里边就出现了两个 假装大肚子的女人 而且都说是男主的 说实话这一招真的太损了 男主瞬间感觉自己是个禽兽 第二天紫毛和男主一起上学 男主问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紫毛对他这么好 难道他们俩是恋人关系 紫毛一个浪神 然后直接就承认了 毕竟他喜欢男主这么久 都没告白成功 不如趁此机会直接拿下 男主惊了 原来他在有漂亮女友的同时 还把魔爪伸向了家人 这是人能做出的事 随后男主来到学校 得知自己曾追求过基友 有时还穿女装 完了完了全完了 男主彻底崩溃 原来他是魔鬼 家人女友受罪 基友差点被毁 生活失去滋味 男主伤心流泪 心中无限懊悔 真想以死谢罪 黄毛这边没有耐心 等男主恢复记忆了 他决定还是用最简单 粗暴的暴揍疗法来解决 但子毛不同意 他脱口而出对男主的喜欢 他这样做是想让黄毛 也表达出自己的心意 不要一直用治疗男主 来掩饰自己的感情 爱这个东西 不能总是压抑着 该释放就得释放 但黄毛还没来得及说 男主就打断了他 男主没有想到 自己这么受欢迎 竟吸引两大美女为他而战 心里别提多爽了 于是他情不自禁的 触碰了子毛 结果子毛孔男正犯了 抬手就是一拳 黄毛瞧准机会 上去就是一棒就棒 这一下还真让男主恢复记忆了 但他清醒过后 却忘了自己失忆时候的事情 也就是说 把子毛表白的事情给忘了 这波操作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了 毕竟男主要是记得的话 那其他后宫还怎么聊 圣诞节到了 黄毛带着大家去咖啡厅 蛋糕店帮忙 晚上的时候 还给一群小学生庆祝了生日 而在唱生日歌的时候 男主隐约的听到 黄毛在偷偷的 祝自己生日快乐 原来他也是这一天生日 男主偷偷的和满老师在一起聊天 满老师说 黄毛从小时候开始 就都是一个人过生日 男主一听这话 这不是点我的吗 老子最强撩美人 能听不出这话里有话吗 那肯定是得给黄毛 安排一个最暖心的生日party 男主偷偷给大家都发了短信 要去社团给黄毛过生日 但准备还需要时间呢 于是这个拖延时间的任务 就落到了男主的身上 嗨 没有什么特殊的拖延方法 就用最简单的惹怒黄毛就可以 只要他扛揍大家不用愁 时间保准够不要出纰漏 漫长的逃命过程终于结束 最后男主把黄毛引进了社团 而大家也都在等着这一刻 黄毛看见大家的布置 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这是他第一次和朋友们一起过生日 整个场面还是很温馨的 最后黄毛还给男主送了圣诞礼物 那就是他一记爱的高抬腿 男主应该是痛 变快了吧 完结洒花 在这部番里 紫毛和黄毛对男主的感情 还是很明显能看出来的 只不过紫毛是勇于说出爱 黄毛是死傲娇永远嘴硬 大家看多了半句应该都知道 傲娇很难赢 尤其是黄毛傲娇更难赢 还得是先下手为强 这部番里出场的所有人 都是渴望朋友的人 所以他们大家才能凑在一起 组成了第二异工社 大家的同学都是孤单艺人 但最惨的应该就是紫毛了 被强迫还要被打 平等相处最牢靠 对象家暴可不能要 这部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在设定方面就很吸引人 并不是传统那种上来就直接收后宫 关键这部番里 黄毛治疗男主的过程 每天都是全新体验 每天都是新的close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订阅我哦 拜拜